但是... 他這個頭 好可愛耶 我不行 喔 他背面長得更噁心了啦 他這個頭 那個頭 哇 喔 好吃喔 我怎麼覺得很可怕 新郎耶 恭喜你 要有大王巨族的蟲囉 我吃了為什麼 不是點的嗎 我真的是點的耶 好了 各位 我們現在剛到這個 拉麵公子的店門口 超級誇張 什麼華視 民視 公視 全部都在外面 已經準備要進去拍了 那因為這東西實在是太可怕了 導致呢 我問了很多人 都沒有人願意陪我來吃 終於這剛剛讓我臨時問到一個 勇者 我們歡迎 勇者來了 勇者來了 看到新聞的時候 你有什麼想法 我嚇爛啦 我想說天啊 所以太... 你懂的 太驚悚了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 真的進去吃吧 好 裡面的店面不大 大概只有十個位置左右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點餐啦 大王巨族蟲濃厚魚介白 雞白湯拉麵 夢美球的夢幻食材 是真的很夢幻啦 但也真的很可怕 怎麼樣 我們已經看到本人了 好可怕喔 等一下要拿那個殼起來嚇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腳先來了 對啊 有覺得恐怖的感覺嗎 很像零腳師 什麼 我覺得他長得很像什麼蝎子的尾巴耶 還有倒勾的那個 勾子 味道真的蠻像是螃蟹 幻想自己在吃螃蟹 好耶 甜的耶 對 好鮮甜喔 怎麼會這樣 他比蟹肉還要再更鮮甜 比林角酥好吃吧 嗯 但是我覺得他的口感 比較粉一點點 就是蟹肉的話可能會比較 去玩油油 吃他肉的顏色有一點粉嫩粉嫩的 但他的腿腿肉滿少的 就是一般螃蟹餃 但他已經算是可以吃的螃蟹餃 有些螃蟹餃細到 每年吃都沒辦法吃 但是看起來是真的很可怕 你看這個啦 一節一節 有沒有很像那個放大版的蟑螂腳 哇 哇 來了 Oh my God 超新遊戲 我覺得超可愛的耶 我覺得超可愛的 我覺得蠻可愛的 讓人家想像他會這樣動 他會這樣 你知道這個漁夫抓到他 通常都是要把他放回去的嗎 那大家就好好的不要吃他就好了 沒事把人家撈上來吃乾嘛 其實看他的身體還勉勉強強 可以把他想成是一個比較胖的龍蝦 因為龍蝦也是一節一節的 但是 你看這個頭 好可愛耶 我不行 哇 超誇張 有夠大隻 他比你的臉還要大耶 好扯哦 他長得 沒有我可愛 他長得實在不太可愛 你接受他翻過來的樣子嗎 我覺得他翻過來一定是超可怕耶 他露蠻多的耶 哇 蟹膏 這個是蟹膏的部分嗎 它是蟲膏 哦 這個肚子 它背面長得更噁心了啦 它這個頭 那個頭 這個嘴巴 哦 這異形耶 它這個是肉嗎 對啊 然後這是蟹膏 好的各位 那咱們就 才吃囉 先吃吃看它的肉 它肉怎麼那麼大塊 我怎麼覺得很可怕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還有一顆一顆的那種很像軟的東西呢 整個顏色是黃色的 透明透明的 感覺是 最肥的一塊肉 很像柚子 啊我感覺到我現在在剝柚子 哇 好好吃 我吃的是白肉的部分 你吃的是肥肉的部分 欸好好吃 它超嫩 你吃你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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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Q喔 對啊 這邊是Q的 可是後面是黏的 這感覺是它的軟 我還有看到一顆一顆透明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很Q 然後很有彈性 已經到了有一點點硬的部分 然後它的味道 其實是像蟹膏的味道 嗯 好鮮喔 不要看它的話 它真的很好吃耶 沒吃 喔 喔 我會懷孕嗎 老闆都沒吃到的東西 新郎耶 恭喜你 有大王巨竹的蟲囉 對 喔 喔 來 後面的肉來吃吃看 它後面的肉我覺得超喜歡 它是然後綿綿的 然後 軟軟的 那麼多的 它的肉看上去真的很像雞肉 我超愛它後面的肉的 嗯 是不是很軟 很綿對不對 好好吃喔 那它確實像新聞裡面所說的就是 它比螃蟹的肉質再更鬆一點 對 可是它的海味更重一點 要不要吃吃看 我很期待的部分 好的 蟹膏部分 這顏色看起來不太美妙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快樂 對 你怎麼這麼快樂 它比蟹膏看起來更黃一點 我覺得它的那個味道啊 海鮮味有點重 對 可是吃下去不會那麼的腥 我吃了為什麼 不是點的嗎 我吃的是點的耶 什麼意思 很濃 就是它已經濃到 跟我想像中的蟹膏是不一樣的東西了 可是它的海味真的很重耶 我剛吃完一口之後 我現在在吐氣 我都覺得一直有這個蟹膏的味道噴出來的 它那個海味超重的耶 它比蟹膏再更柔軟一點 蟹膏的話比較有口感 就是吃下去基本上就化掉了 欸 筋囊的部分你不把他吃一吃 不 你不是很喜歡它嗎 所以你它的兒子來吃啊 我吃一下吧 我先吃一下 我最喜歡的是它的肉 然後再來是筋囊 再來才是蟹膏 我是先肉 然後吃它前面的那個蟹膏 好筋囊 因為它太Q了 我喜歡它那個綿密的口感 但是我是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它筋囊的部分 完全不會形 對 就吃下去是有一種 欸 兒子的味道 謝謝囉 對 然後它的肉呢 我覺得其實不算到很多 有點虛當真是啊 這個傢伙啊 對 有一點 因為它的殼呢 其實非常大一個 但它中間就只有這一條呢 會是有肉的部分 旁邊都是殼而已 你就旁邊乘涼去啊 它麵的部分呢 就是雞白湯 其實他們店的招牌呢 就是雞白湯 跟濃厚煮乾 那如果你是特愛吃那種超濃 濃得爆炸的人 那你就可以吃這個煮乾 我很期待 大家就說它的雞白湯很好喝 乾杯 乾杯 依然很好吃 它的麵是處於比較硬一點點的 就是稍微比較Q彈一點 如果是愛吃硬麵的人呢 你就會很喜歡 而且它麵給的很有誠意 沒錯 雖然大家應該重點都在那一隻啦 可是因為那一隻的肉量真的不夠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吃飽的話 確實麵的部分還是蠻重要 我願意再來吃它的拉麵 嗯 好香喔好好吃 欸這個如果 趁次推出大王巨竹蟲胸罩 先不要耶 我完全沒有想買 因為最好是你想像一下 有個男生晚上就是回家的時候 然後要跟女朋友嘿嘿 那時候 然後呢 那女朋友衣服一脫下來 看到兩隻蟲在這裡 欸是不是 那老婆我很開心 因為他老婆可能是蟲蟲的那個愛好 這老婆人家是特別迷人喔 今天是大王巨竹 因為它的海味重 就有一種那種海鹽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 鹹度其實還是算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難的 應該是在功夫的部分 把它肢解 然後呢 還要再把它的一些器官拔掉 因為我們剛吃的話 其實裡面沒有多餘的器官 這應該是蠻難的我覺得 好啦我們吃逛逛了 沒錯再來 等一下準備把這個殼帶回家吃 對 帶回家送給你們 我不太想拿這個 放在我家飯好幾天 那妳覺得整體來說怎麼樣 我覺得新奇度一百分 好吃程度 好吃是會有意外耶 因為我原本想說 它應該就像魚一樣 可是我覺得它很鮮甜 然後很嫩 海味也蠻重 然後很香 就算是常見OK 我自己是覺得 太驚奇了 我本來預設它真的是 不會多好吃 但除了它的肉真的是 讓我有嚇到之外 還這麼好吃 讓我覺得很意外 但是我看到它的頭還是不行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啦 然後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隻 比較胖的龍蝦 我覺得這招很有用 它是一隻胖的跌倒的龍蝦 它變紫色了 跌倒欲青的龍蝦 對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奇怪美食系列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 告一段落啦 這裡是YINI的資訊 也大家也可以追蹤它一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也可以來支持一下這個 拉麵公子 它其實平常就有非常多 我自己也很喜歡吃的一些拉麵口味啦 好啦 那就下期見 掰掰 掰掰 嗨 妹子 妹子 給個電話嗎 光頭哥 你覺得我好吃嗎 我覺得你是好吃 那你想得有點醜 我的外表一到十分 你要給我幾分 零分 零分 我吃起來一到十分 你要給我幾分 那應該有個八分 對啊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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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好妙 老公 你看它的牙齒 黑黑的 哇 超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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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